下一位梁國雄議員 多謝主席 我看一下 其實曾蔭權也有些千見之明 他弄了個治安心計劃 住間屋都頗安心 喏 我就 有些街坊知道我來這個委員會 他就說 楊議員我問一下官員 特首就可以 在任後做一個延後的 退休計劃 就是有層樓給他 在天空位雨 他有沒有想過小市民呢? 第一就是 你們的所謂三年上樓的計劃 其實數據上是非常誤導的 第一就是 你已經確認了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是三年上不到樓的 是不是? 作為一個政府 不能用平均數的 原因呢 政府就是保障所有人的福祉 平均數應該是一個數學的概念 即是說 有百分之三十的人 是在政策下三年上不到樓 你確認了 還有一些就是 那些年輕人 去申請樓 十幾年都找不到 你也不算下去 即是那些年輕人 想申請單人的房子 你也不算下去 我想請教你們 你們用數學來解決社會問題是可以的嗎? 那三十個百分之三是甚麼? 是因為數學上 因為我們發明了數學之後 他要自動淪為一個不受政府 去照顧的人還是怎樣? 我不同意用平均數 其實 如果你真的想達到 好像你這樣說 三年全部人進入 其實早些被人減樓 你為何不早些被人減樓 你現在就是 你的做法就是 遲些被人減樓 被人減樓 被人減樓之後不要 又不要又不要 過了三年之後 你就說 他等了兩年零 兩個月就已經減樓了 所以他其實是 有機會三年上樓的 那你到底數學是怎樣算的呢? 你的數學是怎樣算的呢? 有一個 局長你先答一答 局長 主席現在那個 我們政策目標是 在平均三年 為何是有一個平均呢?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全港 我們是分三區 每一個區 它本身的供應 不是說真的那麼 所謂的平均 就是每一年 是有這麼多的土地 在各個區 好像我們剛才解釋 好像處長都有說 未來幾年 其實百分之六十是在市區 要看剛剛那個 土地供應的情況是怎樣 變成我們在一個 整個 我剛才說 一環扣一環 整個可持續性的 一個每年延展的 建屋目標的時候 我們必定要看回 那個屋子的 本身供應的情況 所以現在 其實那個百分之五十 已經是兩年之內 七十是三年之內 其餘那些 它可能去選個區域 可能它那個 供應的情況 是沒有那麼理想 等等的 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我們仍然是很重視 和很嚴肅地去做 就是平均三年上樓 現在都看回那個情況 是做到的 現在的平均是2.2年 至於議員所說 他說那個年輕人 那個排隊 其實在房屋事務委員會 我們都談過很多次 現在我們處理單身 非長者 是用一個配額計分制 這個也是很辛苦 談了很多年 用什麼方法 是用一個有理性 也有制度 去處理這一批 非長者 單身的人士 現在我們看回 其實是每一年來說 如果加上我們那個 給他們在配額裡面 大概2,000單位這個配額 也都加上他們在其他方面 有些是有得到體率 或者特快 其實每一年 我們那個供應 差不多百分之十五 是去了這些 非長者 單身的這些申請者 從一個不是資源無限的來講 我們覺得一般家庭 我們當然要給他優先 所以為什麼一定有這個平均三年的承諾 老人家也是有另外一條隊的 即他們是會快一些的 現在老人家應該一點幾年 但年輕人那方面 我們就要跟那個制度去做 不是 我不用他回答 因為我想提醒他有個概念的問題 你的說法就是應該 任何香港人不會在三年之內 選不到公屋 就是用平均數的 因為為什麼 用平均數 我們的GDP 每人都有二十幾萬美金 那你不證明到香港人 真的有二十幾萬美金 所以under-race的那些人 政府是要救他們的 政府不可能用平均數來解決這個問題 凡是benefit或者welfare那些東西 是沒有意思的嘛 局長 平均我們有二十幾萬美金 那你 你是不是說每香港人都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做一些 你既然說 公屋是要照顧那些 沒有辦法上車的收入者 你是不能夠用平均數 你只可以承諾就是說 不少於三年 那你就會反過來做 一過了三年的時候 就要問責 就要人頭落地嘛 現在你這個說法 我覺得在數學上 我不跟你爭 但是在施政上面 是不能用平均數來施政的 你明不明白 是會死人的